别看28岁的金晨 已经算是娱乐圈的老龄艺人了 他和汪东城主演了一部蒙飞驾道 仍是能唤起不少粉丝的少女心 能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演绎的这么讨人喜欢 真是少不了金晨这呆蒙又精致的武官 不过比他的容貌更引人瞩目的是他的身材 几乎已经衬不上苗条而是干瘦了 这纸片人身材真是让人甘拜下风啊 近日金晨这么紧的裤子也硬塞 上衣露一下裤露腰中线失手 网友厉害 上身一件红白横条纹 字母印花露腰短袖剔去 红白配色把他的气质衬得清新又活泼 满满的鲜活感官 拼接成的横条纹 在极简的设计感中 不时跳跃的灵动感 完美地体现出了他的青春活力 黑色的字母印花 更是为他带去了丰富的色彩 碰撞和视觉效果 顿时就让他有着潮人的时髦范儿 不过高高的露腰款式 更是一盏他的纸片人身材 瘦得像竹竿了 金晨身高171厘米 只有98斤 难怪裤子这么紧还要往下掉 网友厉害 下身一件深蓝色错位 毛边高腰紧身牛仔裤 深色调的牛仔蓝搭配上红白色 让他充满了经典复古的时山意味 腰部一个错位的设计 让他充满了不规则的时髦气息 不过远远看去 仿佛松松垮垮的一点 也没被他的腰挂住 侧边还有一个开口的设计 更是产生一种裤子往下掉的视觉效果 这么穿还是让他有点尴尬 哈 脚上一双白色格子拼接肩头搭扣木勒鞋 肩头款式的鞋子搭配 在九分护的下面可以更加在视觉上 拉伸小腿线条 让171厘米 而他仿佛拥有着190厘米身高的大长腿 银色的搭后 为他足添一份低调但不适合调的时髦感 木勒鞋的款式更是称书 而他那股慵懒又优雅的气质 女人味十足 手领一个蓝色不规则拼色包带 深浅不同的蓝色系 以不规则的三角形 拼接出无序的纹饰 顿时就让他有着经典又高级的时尚风度 很好地衬出了他优雅之性的女性气息 头戴一顶黑色鱼服帽 宽颜款式十分减零 让他看起来特别智能可爱 再加上一个金丝款眼镜 更是显得他丝丝纹纹 活脱脱一个纹雅的小姑娘 别看金晨的长相看起来纹纹弱弱 不声不响的